很好的選手 輸掉了 因為他那種很奇怪 說沒有分就沒有分 那我就馬上跟主辦單位說 這些服務局雖然測試有 但是一定要換掉 他一定是感應比較弱 還是說有一些 他的感應器五個 可能壞了兩個 壞了三個 你也不知道 因為你測就是測那一個 你不能五個人都測 電子外也是 我們的電子外也是感應器 有三個四個 他也是會測 欸 哪一個壞掉的是什麼 現在是女主公開組62公斤級的比賽 國力體大藍方的謝文山 對上台灣師大 紅方的鄭喬欣 這兩個選手都是很有經驗的選手 也是一個試鏡力敵的比賽 五五波 是 他有時候一擊 失翻了 然後一擊 然後越失越多分 越失越多分 然後越打越亂 要比比賽最分啊 他五五波 但後來就變成被20比0 呵呵呵 其實底下你昨天看了那一場 你說那個 王炳順 是 跟那個何嘉欣 嗯 以前何嘉欣打王炳順跟打什麼一樣 都贏他十幾分 二十分機場結束 所以昨天被他贏 對啊 呵呵 因為一擊 然後又想要搶攻 又亂了 又亂了 或是說剛好又落出空檔 剛才那個我們上一場也是 被踢到頭 然後馬上想要搶攻 又劉威廷已經在那邊等他了 又一個上端 又把分數拉根開了 三分就變六分 台元道就是要有勝負的時候 才會大家想要 選手想要搶攻 才會好看 就會有頭腦會想 對手要做什麼 如果0比0 大家就會區域保守 像這樣0比0來講 就保守 比較保守一點 那看選手拉 看選手的個性 選手一上去我管你幾比幾就一直踢 不管了 對 一直踢 有時候我就講了心理因素 越想要也越不敢出腳 對 然後有時候就變成 交給運氣啊 交給裁判啊 我就覺得不好 我就跟他拚了嘛 不然要幹嘛 既然是個競技 才是以負了 你就拚了啊 你上場還在怕怕的 就算這一腳我真的踢出去 被得分了 我至少會想 好我下一腳要怎麼辦 你是不是會用同樣的動作來踢 我要用什麼動作破理 在教練選手的過程裡面 也是會告訴選手這些道理 當然 還是什麼會講 但是每個教練的教法不一樣 個性也不一樣 我的個性可能是屬於比較衝那種 我選手太保守會生氣 我下來我會揍他 不是揍他 我會冒他 但是就是 選手是不是也受傷 然後我們指導這個 四大指導這個教練就是我們現在國家隊的總教練 李嘉勇李教練 也是我們2016李躍運的總教練 他現在是四大的教練 目前 是台灣四大的總教練 體大這個就是 廖嘉欣 以前也是 八十公斤級的國家代表 就今年打的 跟劉威廷一樣 他也是一百八十一百九 海洋 二 三 三 三 四 三 五 一 六 八 其實每一間學校都有一些 教練是 就是以前台灣道算代表性的人物 也是非常好的選手 國立體大有我們俊木岩嘛 然後當然張榮山張教練 以前是亞運金牌 湯慧廷 也是世界盃金牌 都是戰機顯赫 台灣體大 我周桂敏 周教練也是我們奧運銅牌 當然我們外籍教練 也不是外籍啦 現在也是台灣籍的 韓籍的 來台灣二十幾年了吧 我當選手就給他教了 我高中就在台灣 大家已經入籍台灣了 我們現在很多好的選手 好的選手都是他調教出來的 剛才那個政權沒有擊中 現在我們東華大學就是陳世新 對奧運金牌 北體 台北大學也是奧運選手 現在雙方還是處於在一個 測試的 鄭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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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家欣還要加上喊聲 你趕快按喔 很有力 這也是一個經驗 氣死 鄭家欣有可能是因為受傷 所以說變成他在找機會打正前 其實這時候謝文森應該要知道 要怎麼樣往上端走 撤才會往上端 吸引他進來 騙他進來後往上端走 甚至�our腳都可以 第二回 consegue出 三比一 兩個政權得分 這時候指導教練應該就是會 等他側踩下來 我的意思就是側踩 假裝要下來他進來的時候突然變化上分 或者是直接再往中端踩一次 如果今天場上兩個選手都是你帶的孩子 他們兩個特質特色都知道 那他們兩個上去之後他們兩位怎麼辦 自己打自己的 能怎麼辦 劍招拆招 跟自己學校的代表隊一樣 也是會打到啊 打同量級一定會打到 劍招拆招 就是自己去打 我也不會下去做 我也不會去知道 讓他們自己來 我如果自己的選手打到 我就讓他們自己打 做誰都不對 不公平 是啊 因為兩位選手有特質都知道 而且你做到還輸 那更丟臉 總有一個輸 對啊 如果我做那個又輸 那不是丟臉 要看看你們自己打吧 這還是有這個孤立 還是有這個孤立 當然 最重要是怕丟臉 後面那項比較重要 教練坐在我對面我還不是贏 對他 第三回合 目前紅方正條線暫時3比1的領先 現在應該要搶攻了 阿 太來了 沒有 你有中 阿 你看廖家欣 教練都快要衝出去了 指導教練其實很緊張的 阿 又被他點到 又被他點到 又被他點到了 阿 自己打電話跟我說他也要去 他們的一地訓練還講的話就是自費 他們的部分是自費 我的選手我有去跟議員要錢 他們自己一定要去他也是自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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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開玩笑 他剛剛韓國回來 然後世大運複選的時候 他打了第一名 嗯 我說我還不錯喔 恭喜你這樣 結果決選的時候輸掉 我說你是幹嘛 回來太久打回原型了 哈哈哈哈 那第二名 世大運選吧第二名 跌倒的時候有點撞到 喔 他判推了 喔 他不是判倒地 因為裁判這時候會看 主審 喔 現在 我們的副審 喔 對方舉牌 李家長現在舉牌 意思就是 他沒有推人 這時候裁判是不是要接受他的申訴 現在的教練可以申訴就是 我沒有的犯規 你判我的 我可以申訴 是 還有哪些想法 或者是對手犯規 你沒有判 我可以申訴 或者是電腦問題 喔 氣氛啊 或者是那個 喔 還有那個 技術分 技術分 你沒有加到的話 我可以申訴 那個 這是要看嘛 這是看主審的那個 其實要看主審到後來判他警告的時候比的是什麼手勢 因為我們手勢都不一樣 對 所以 當教練的也要馬上看 就像我這次拳中演有一次就是 我選手 其實是 爆 然後推出去推 踢 那主審卡六以後 判我選手 然後就比一個推 我馬上舉牌 我說 現在推有警告嗎 而且我們推完有踢動作 對對對 結果他是說 沒有我是他爆 我說你比是推 對 他就很沒辦法 他說 好那就去前面 然後那個主審一看就沒辦法 然後這一看就說 那是成立的 成立 對 然後就牌子還我 然後 達哥我是 我是判爆 我說你比推 你沒有比清楚 對 所以說這時候教練就很重要 然後 你每次 所以他 我們不是說開外 不是在說怎麼樣 因為我們經驗比較夠 所以裁判看到我們坐在那邊指導 他們也會比較謹慎 他會有點怕 會被 因為我們就是要抓裁判這些 裁判本身不一定是 他就是台軍道出身的 不一定 幾乎都是啦 只是說他有沒有從事 從事很久 然後很多都是警戒 或者是上班的 然後 比較少生的是專業的教練 不然就是道館的教練 因為帶隊的教練 不大會去當裁判 對 因為我要做指導 你不可能吧 對 也比較不好 你當裁判就不能做指導 當然 當然 這很難的 喔 剛教練 喔 現在 給李嘉勇這樣特寫 怕他不出名 是吧 他現在比較少在做指導 應該是電腦系統有點出了問題 喔 還他了 喔 那這個就是他沒有 推人 對 警告要收回 分數還他了 對 就是還是維持在5比1 5比1 5比1 李嘉勇這樣也是很有經驗的教練 喔 當然 喔 這一個選擇很漂亮 喔 漂亮 啊 還在高興的時候 馬上就飛踢了一腳 晉升 因為現在晉升旋踢也是 喔 有啦 高興太早了 因為我講過鄭家勳選手 其實是很有經驗的選手 又來了 都鄭權來了 很有經驗的選手 他知道你在高興他馬上就補一腳 馬上把氣勢搶回來 哇 哇哇哇哇 這後面變大量失分了 因為你在想要攻擊的時候 你就沒有想到要反擊 對 對手如果突然突襲的一個攻擊 你就會來不及 突襲這個突襲 突襲的攻擊 好 直接結束 最後紅方的鄭孝勳十二分 獲得了這場勝利 也晉級了我們貴亞軍 他等一下 看另外一邊的選手 是哪邊獲勝 是哪邊獲勝 好 下一場比賽 我們是台灣師大的莊佳佳選手 我們是台灣師大莊佳佳選手 我們講的 2016 里約阿運的選手 他國手之力相當豐富 他在2012 倫敦奧運打到決選是跟曾立成 曾立成選手 結果在決賽的時候輸了曾立成 結果2016他就代表了 代表了出去 雖然也是很可惜啦 沒有得名 其實大家都看好他的 你經驗不錯 對阿 但是就是 我有代過他很多年 他是比較屬於一個 大好大壞的選手 這樣怎麼說呢 就上場了 如果他那一場的